这绝对是小星被美牙虐的最惨的意境 小星啊 你怎么了 他正沉醉在失败里呢 我决定放弃了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天小星几人在公园玩时 郑南突然问封建一个月有多少零用钱 我一个月有100块吧 哦 这么多啊 接着郑南又问小星一个月多少零用钱 想要我就找妈妈要 可每次要钱的时候 妈妈都会问要钱干嘛 那你就自己决定一个月要拿多少零用钱 就这么笨 可在路上想想估计妈妈不会同意 封建建议她可以罢工试试 好理说拿不到零用钱之前 你就不帮忙啊 小星觉得这个不错 于是一回家就要零用钱 不出意外美牙不同意 家里可没有钱可以给她办 而且你连自己都管不好 怎么管零用钱 我会管 你零用钱 哎呀 你连屁股都还不会擦呢 怎么可能会嘛 所以不管说什么都不会给零用钱的 气得小星直接跑开 然后头捆白布条写着罢工抗议 并认真地说自己以后都不会帮忙 平常也没帮忙啊 都怪你平常的表现太差了 既然不妥协的话 那就别怪我了 接着就拉着推车 带着小葵一起那哈 如果不给的话 那我就不尿尿的 听到这里哦 美牙瞬间无语了 怎么没继承一点自己聪明的智商 我怎么生了个笨儿子啊 很快一个小时过去了 小星被尿憋得两腿发抖 然后就要妈妈给钱 不料美牙让她继续别停 结果下一秒 好了不但尿了裤子 还要自己打扫 这时正在排拉机的风间 听到了门铃声 现在妈妈又不在家 那就干脆当成没听到好了 可下一秒 你明明在家嘛 不要进来好不好 接着就问风间妈妈 不给零用钱要怎么办 聪明的风间想了想 告诉她你就做你妈妈最讨厌的事 小星觉得有道理 于是一回家就开始行动 其实我知道 妈妈的私房钱藏在那幅画的画折里 我要告诉爸爸 是吗 既然这样那等一下 我去换个地方藏好了 小星没想到反备将了一军 于是只好说每天她都要赖床 天天都赶不上娃娃车 没关系 那我就每天骑脚踏车送你好了 而且有的时候 我还可以开车送你去哦 我开车最安全了 见这招不行 小星又改口说 我已经把你爱吃的零食都藏起来了 而且你绝对找不到 是在你的玩具箱里吧 零食被藏起来也挺好 正好可以让自己减减肥 晚上广之回家就好奇她怎么了 她正沉醉在失败里呢 我决定放弃了